时尚与传统 纽约与云南 解脱潮服与飞夷遗秀 2020春夏纽约时装周的最后一天 王陶操刀压轴 用一场ToryTory携手云南遗秀的跨界设计作品大秀 交出了完美的大卷 ToryTory其实我们是一个男女 我们说unisex 其实就是不分男女 也没有什么职业 也没有什么年龄 也不分什么哪个国家的衣服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free spiritual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是ToryTory的一种新的一种精神 其实衣服不一定非得有什么性别 尺寸的年龄 哪个国家的 为什么不能有一些衣服 其实它需要你自己的个性去演绎 ToryTory完全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街头的潮服 它跟ToryTory不太一样 ToryTory是定制的 ToryTory这个秀呢 也是加入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 其实遗秀是云南楚雄地区的一种专门的一种秀法 其实在那里我觉得 就遗族的有一种传承 可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渐渐渐渐的遗秀虽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它没有这种赛装节啊 但是后来呢 遗秀就变成了一种 就是好像 就大家 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嘛 是遗族的东西 大家觉得 这个离我很遥远了 可能就是在云南的某个偏远地方 或者在博物馆里面 或者在书上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遗秀 我自己去的 去楚雄参观的时候 我是真的 我一下子爱上了遗秀 因为我觉得它太漂亮 那种色彩啊 那种技法 所以我就觉得 那如果我们生活中不用 我们也只能把它放在博物馆 或者是因为东西又很贵嘛 就可能渐渐遗忘了 渐渐遗忘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应该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这么好 那能不能用在我们每天都需要的生活的 这个单品当中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遗秀 这么漂亮的东西 可以很快地感染到 那么多的人 去追随它 我觉得时尚的东西很有意思 它没有什么语言的 它也没有什么理由 好看就会有人想穿 好看就会有人想买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把一个待在博物馆的 几千年的这种非物质文化 就不要把它变成遗产 而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必需品 变成潮人的一种追随品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做摄影师的一些职责吧 在Torri Torri时装秀现场 我们还看到了东方国际集团董事长佟继生 此次也是借助着东方国际集团旗下 Top 100全球设计师联盟的力量 帮助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楚雄遗秀 走出遗族走向世界 对于这次Torri Torri的秀的演绎 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非常好 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就是我们就希望把传统的浓烈的那种 少数民族的表现方式 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来表现 我觉得今天基本上都实现了我们的预期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美国精英女性 福克斯集团当家女主播 特朗普大儿子现任女友 Kimberly也来捧场 她对我们的镜头表达了对王陶的喜爱 所以你怎么觉得她的表现 我完全爱了 我非常感兴趣 让我告诉你 她是很精彩的 我认为她会出现 但她超过我的预期 每个人的预期 一看后 到第二个人 是非常感兴趣的 有色彩的线 非常威力 非常穿着 那种 urban street 街上的街上 我认为是非常酷 我喜欢我们的 她的造型 在这国家 因为美国会非常喜欢它 她是一种风格的 innovator 和一种风格的 icon 我的天 我爱她 我还没想到看下一个组织 谢谢 无论是出于喜爱小高定Tory王 还是青睐潮牌ToryTory 抑或是认可王陶本人 前来的嘉宾友人们 都对ToryTory与仪秀的另类结合 表达了惊叹与赞美 雷鸣班的掌声响起 王陶期待这次跨界合作 有着不设限的美好未来 在百花争鸣全球融合当中 开出迷人而明媚的九万花